我看到那个价格 我说这咖啡是不是假的 那你隔壁的老板有没有说过你 你支持鹅星君 咖啡汁 我现在呢 在北京西路和西康路的交叉口 等一下呢 我们会去探一家咖啡店 这个店呢叫欧马咖啡 那他们店的咖啡呢 卖的非常便宜 美式6块钱 拿铁9块钱 其实在之前我去过很多次了 但是呢 一直没有正式的做探店的拍摄视频 那刚好呢 今天我约了他们店的老板 今天的这期探店呢 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会跟他们老板聊一聊 咖啡店的定位啊 他们的生意啊 那等一下呢 我们在他们店里见 现在的精品咖啡的同质化 还是比较严重一点 因为品牌太多了 喝一喝SOE了 嗯 然后你们的这个拿铁 你们用的牛奶是什么牛奶 月鲜活 哦 月鲜活的 月鲜活的 我自己在家 我有的时候也会买着喝 它那个牛奶好甜啊 我盲测的时候 它就是咸住井水明治 嗯 然后奶香井水明治 也就是有人说是奶腥 有人说是奶香 嗯 对啊 跟坚果的这种调性的搭起来就 对 会比较比较优秀 匹配一些嘛 其实我们做这个价格的咖啡 还是会经常遇到一些人 用为便宜的 可能用的东西差 我记得很清楚 我第一次路过的你们店是 在那个陕西南路店 陕西北 陕西北 对 我路过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价格 我说这咖啡是不是假的 我这是我的第一印象 现在不是有很多博主在做什么 个位数咖啡挑战吗 我记得他们的福音啊 真的能个位数喝到能喝的 两年前我不是拍过一期 就是那个10块以内的咖啡探店吧 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说 像现在瑞幸9块9啊 库迪8块8啊 那没有 那个时候只有便利店 便利店能达到个位数吗 那个时候你们好像也没有开的 我们两年前那个时候 你们两 你那个时候拍视频的时候 我们还没开 我们第一家店 应该是你拍视频之后 不到两个月开的 嗯 因为我本来在外景 开了很多精品的店 开了六项 嗯 然后都是客单价 在20到40之间的 嗯 精品类的咖啡 然后各种形式我都做过 嗯 但我最后就发现 嗯 在那个价位的咖啡 它很难做到高频式消费 也很难让大众对咖啡的认知 有一些 有更多的东西吧 对 对我来讲 我觉得做咖啡最开心的 就是学院喝到你的咖啡 觉得好喝 嗯 但你卖那个价格 本身喝的人就偏少了 那肯定 你是求是这么说 你一天卖个四五十杯 也就四五十个客人 觉得你好喝 但是我现在这个价位 我每天能一百多个人 他都觉得我好喝 嗯 这个是更开心的一件事吧 对我来说 可能利润差不多 但是 嗯 利润 你的意思是说 整个算下来的利润 对吧 这个店开之前是我一个朋友开的 对啊 所以我之前来过的 他是那个台湾 台湾小姐姐 对 谢谢 我们当时很好玩的 当时我们是过来收设备的 因为他的 店里的所有设备和我们 就是 店里的设备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听说他要转让 我们就当场 考虑没超过两个小时 就把他店给收了 我这个朋友也开心的解脱了 嗯 他那个时候真的很不开心 来喝一下他这个SOE 因为我每次来都是点 六块钱的 冰美式 然后这个SOE是十二块钱 你这里面有艳阳日晒吧 里面没有艳阳日晒 它是一支日晒 但可能偏重发酵 永远超常日晒的地方 嗯 喝起来这种叫感很明显 对 它叫感蛮明显的 那这种接受度高吗 不高 大概只有10%左右 但其实之前我做的 那个酒香类的 反而市场认可度很高 它会是劳母酒 奶油 因为偏甜一点 大家对甜度的认可 还是高于酸度 那肯定 对 还是一个行业的 一个认知度 我和我的角度上 每两个月可能是做一次调换 然后换一只豆子 之前卖的最好就是酒香类的 酒香类的豆子 酒香是卖的比较好 可以啊 这个可蛮好喝的 这个相当不错的 最主要我喝美食 其实我还是 最看重首先就是它的干净度 干净度好 然后平衡一点 这是能够让大部分人接受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对吧 你刚接触咖啡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 别人做的都不是很好 觉得自己认知中的 那个老师教的 裹上很丰富 比较复杂的咖啡 但是慢慢慢慢 越往后你会发现 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可以持续的不断的喝的 它更多的是更简单的喂洗 更清爽的口感 干净是最重要的 你变了 你变了 这是次要的 其实我们真的就发现了 就是你从业了 有了一段时间了之后 对市场的认知 以及对大众的一个喜好的一个理解 都是会改变的 我觉得我的改变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曾经做比较贵的精品咖啡 转到做现在这条 我们其实我更倾向一个 我们的是拿精品咖啡的方式 在做商业化的咖啡 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的东西 因为精品咖啡 其实产品上的定义是 更多产区风味特色的 我们把它定义为精品咖啡的类型 那其实对于 像我现在使用的云南水起这款鸡豆 你说它具有很明显的产区风味 它更多的实际是 通过美拉德反应产生的焦糖化的一些风味 它最弱化产区的特性 嗯 对 收红豆其实往往弱化了产区 对 因为就是我上次来你们店的时候 我就是我还没喝 因为你是6块钱 我知道肯定是云南豆 纯云南也不可能用别的产区 但是你们云南做的真的是 就是我至少喝起来 我觉得它像是一杯十几块钱的美食 就是我尽力在6块钱的范围内做到我能够的最好喝的咖啡 你说不出它哪很好 那你说不出它哪不好 可能是这样的一杯咖啡 嗯 你们这个店的租金多少钱 一万三千块钱 嗯 我去 还是有点贵的 因为你们这个就是不到10平方 对 差不多 使用面积在10平方左右 这个你如果要让我开的话 绝对开亏钱 还挺知道吗 这是这条街最便宜的店 哈哈哈哈 我旁边的同行都是我贵的 然后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就是 是欧马咖啡的老板Nio 你叫盛嘉诚 对对 你们在上海现在是几家店 嗯 加上在开业的一共是16家 那你们发展速度还挺快的 快 我觉得可能还是客人对我的用选度比较高 嗯 然后复购率的话比较高 然后其实有很多人想加入我们这个团队里来一起做这个事 就是投资人嘛 对对对 哈哈 像你们这个店的模式我知道肯定是会有投资人进来的 嗯 那就是你在你做店的初期 就是之前有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的 那肯定是有考虑过的 在第一家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我就要做投资品了 嗯 可能想的会比较远大一点 嗯 那个时候就是希望以后大家喝咖啡 都能知道有外面这个盘子 全国各地都能知道有这个盘子 嗯 那我看第一家店的时候 我就是暴露这样一个想法去做的 这个就是你们第一家店吗 对吧 就是我第五家店 其实在 那你们第一家店在哪里 第一家店在河马超市 难怪 就没有人知道 我第一家店开了 大年一年吧 几乎没有人知道 但是也是有很多老客人 然后初后日很高的 啊 哇 这是第五家店了 没错 欧马咖啡看来是这个比较默默无闻的这种品牌啊 对 我说实话就是这个是实话实讲 从第一家店到现在这么多家店 我一分钱推广都没有错过 就在任何的品牌也没有花钱找人推广 比如说打广告 这个是我 我希望就是我能看到就是我的产品力到底能给我带来多少 回头课 到底这个实际的通过产品力这件事情 能给我的这个品牌有多少的付加值 而不是通过广告啊 或者说低价这样的效应去做 但是你们确实是低价 价格很低啊 但是我我没有大规模的是运行宣传 我是上海之便宜的咖啡这样的说法 不只是就开断了就卖6块9块而已 啊 那不过也是你看吧 像这个价格你们也没有这种空间去做推广了 对不对 利润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定价了 你不可能再去花额外的这个市场的费用再去做推广了吗 对 那如果是花市场的费用可以说是偏向于资本性的玩法 可以扩大认知 让你初期的用户变大 但是你具体能有多少延续的人 这个就是个问号了 那你们就是有没有人说 你们这个6块的这个价格是恶性竞争 有没有这样说的 我好像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过这句话 那你隔壁的老板有没有说过你 你这是恶性竞争 没有吧 我至少他可能没有当罪我的面说吧 因为小伙伴们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在相机的背后 就是另外一家干杯店 这两家店就是挨着的 他们没事卖多少钱 20块左右吧 他们卖20你们卖6块 哪钱呢 基本上是现在大部分的精品店 都市区跟Mender并下有点合适 19到30之间 Mender是15到25之间 对 像这种连续复制的话 其实是需要控制每个店的一个开店的资金的对吧 对对对对 包括租金啊 人员这些 没错 基本上全部算起来都是在35万之内一家店的 有些店会更便宜一点 根据租金 根据租金 对 主要其实大部分钱还是花在设备上 因为我们用喇叭桌口 本身这个东西就 设备就占了一半 但是就占了一半 在聊天 嗯 开店是重资产的一个运营 定价是赔钱赚要喝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 因为同学人员都知道 其实对于咖啡来讲 大家传统中认知的星巴克的36块钱 其实它的毛利是 实话说是相对比较高的 其实咖啡它一直是属于一个 相对来讲 在国内是属于一个高毛利 然后中偏低频次的一个消费成品 可以这么说吧 对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对 我想把它做成的方向 就是说我觉得咖啡它应该想要做到 跟都不要说是美国啊 欧洲城市去比每个人的平均消费量 想做到就是亚洲的其他相对比较好 日韩的那些平均消费量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咖啡当做一个高品质的消费 因为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在星巴克把一杯 我们那个时候叫做美日鲜煮吧 对就是在那个美式湖里面煮出来的那种 它还是在一块五美金 然后在旁边的加油站 一杯可乐它也是一块五美金 这个它才有可能构成一个日常消费的消费结构吧 所以我在理解你 对确实 因为你看你们六块的一个定价 其实跟去全家买一瓶饮料的价格是一样的 对 几乎是比较类似的一个状态 对 全家一瓶什么酸奶呀什么也都是 人气森林吧 对对 五块钱 六块钱 有的八块钱 那你如果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你六块钱 你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话 它确实是可以变成一个高频次消费的一个饮料 其实从我从角度上来讲 对我而言一天喝一个二十块钱的咖啡我觉得蛮贵的 我实话实说 更不要说两杯了对吧 对 所以对我而言的话 其实很多人他对咖啡有需求 但是因为咖啡的价格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偏贵一点的一个状态 他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的喝咖啡 我就希望大家就跟在我这边可能喝一个月咖啡喝不到三百块钱 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商费 对我知道 但是又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 就是你六块钱 九块钱 那这样的话 你们整个店里边的一个均价可能就是肯定是十块钱以内的 那十块钱以内的这样一个咖啡店的客单价的话 那我觉得应该是赔钱赚要喝 我的感觉是啊 因为真的太低了 只有新店的出期前一两个月在慢慢获客嘛 会轻微出现一些就是亏损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大部分情况呢 在经过一两个月的获客之后 都是属于一个正向的一个转 然后呢 处备量基本上是在150杯到250杯之间吧 你的客单价按十块钱来算吧 嗯 就十块钱如果要是200那一天就是2000的一页 如果要是这样算下来的话 每个店真的哇 每个月其实的这个固定营业额就在这边了 嗯 它不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突破了 对不对 嗯 因为你想嘛 就是你们的产能毕竟还是一个固定的一个产的 嗯 对相对来讲是这样 所以我更偏向于说是它是一个稳定的 持续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 你想如果要按照这样的话 每个月6万的左右的一个营业额 嗯 抛取房租啊 人员啊 我觉得是亏钱的 哈哈哈 这边还是有 哈哈哈 还有一万块钱多的利用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的感觉是你们的模式和manner其实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性价比更高的版本的manner 我这样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觉得完全 哈哈哈 就是这个样子 确实是这样 哈哈哈 当然客户认不认同我不知道 哈哈哈 相比于它的这样的客单的话就又便宜了大概七八块钱的样子 我没有想过太多的从价格上去讨论 那你是从哪个地方去讨论的 我觉得咖啡就应该这个价格 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市场来看 非常多的人加入了这个价格 可能这条赛道吧可以说 非常多的咖啡在进行一个我们讲的是上价 然后或者说是更高频次的消费的一个方向 这条赛道去走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应该是大势首区吧 就是大家都能以评价的价格 看法相对来讲比较好喝的咖啡 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是这样子的 因为你们目前的店越开越多了 那其实你们是不亏钱的 但是如果你们只有一家店两家店 我觉得这种定位一定是亏钱的 如果只是有两家店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完善自己的这个供应系统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 是需要相对来说完善的供应体系来支撑的 对对对吧 开这个品牌之前 我基本就是把人物料已经打空了 从产地的咖啡豆的代理 还有合作的装员 从乳制品的代理 从机器的代理 从各类人物料的代理 我其实都走过一遍 对那就说明 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些资源的积累了 对吧 我是先从做物料开始 尝试着去做一些地区的物料供应 然后我大概摸清了一个物料供应验的状态 我才很下心来 才敢做一个相对来讲低毛利的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种模式的话 一定是有你自己的一个资源方面的一个支撑和积累 才能走这种方式 如果没有资源的话 有资本也可以 有资本也可以 烧钱也可以 我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啊 我在找个店铺的时候 发现全上海好像所有咖啡店都没有 就是一出来就被人抢光了 那个库位很少 非常少 但是这两个月呢 有很多很多的咖啡店的库位都出来了 然后我就会发现 其实在三四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这个夏天是 大家报复情消费的一个核心夏天 所以生意非常好 但实际上这个夏天的行情 在云景行业内算是数一数二的差 按照我们正常情况下讲 我们每个月的增速是很高的 但是这两个月几乎没有增速 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在经济比较差的情况下 我们要进行一个消费降级的一些东西 会更少的去 消费的频次也会降低对吧 但是我觉得你看像咖啡这个的话 好的经济周期和不好的经济周期 它就是每个行业的发展的速度和增速 也都是不一样的 你觉得咖啡它是顺经济周期的一个产物 还是逆经济周期的一个产物 就像口红一样吧 他们都说口红是一个逆经济周期的 就是经济越不好 口红卖的越好 那你觉得咖啡它是跟口红是一样的性格 我觉得从大体上来讲 它是逆的 为什么我说从大体上来讲 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港牌 它这个生活其实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它其实任何的人物越来越多 市场的量会越来越大 所以它整体上市场的帧率 就是对于我们喝的咖啡饮料来说 它应该是属于一个逆经济周期的产品 因为咖啡饮料它是咖啡因 你可以把它当成咖啡因来看待 就是咖啡饮料和我们喝的品的咖啡 它是两个东西 对对对 你如果单从咖啡饮料来讲 我觉得确实它是逆经济周期的 我从精品咖啡角度来讲 有可能它不是那个非常纯粹的逆经济周期的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也是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他的一个同学就说 如果我要是很有钱的状态下 那我就不用去考虑每天喝便宜的咖啡 还是贵的咖啡了 我就可以每天喝贵的星巴克什么的 高客单价的精品咖啡来讲 它可能是顺经济的 对 但是从大家日常需求的 我们讲就是我们讲 刚需的这样的一个低价位的咖啡 或者素容啊 或者挂耳啊 它反而是一个逆经济的 因为经济越困难的时候 越需要精神的一个支撑 咖啡因为它就有精神支撑的这样一个部分 对对对对 确实 目前我们看到的副解是 实际上你说的 在同一个时间段内 比如说一个小时 有一台双头机 它的产能它是有局限的 对 因为高峰期只有这么多 对对对 它高峰期在一种状态下 其实我的产能是有局限的 所以如果我不去努力的 去发展外卖 这样的话 其实确实目前来讲它的发展真数是有限的 所以重点就是说 怎么样去把闲时时间发展出来 让它有更高的出飞量 慢慢慢慢可能能往300倍400倍来走 是我目前上遇到来讲 所以我比较 就比较困难去需要达到的这么一个 对所以说你的这个痛点就是想要怎么样突破一下出飞量 对吧 对对突破一下在高峰期以外其他时间也会慢慢养成一些酷特的饮用习惯 资金能运转过来了 多请一点像牛小咖这样的博主 出飞量就上来了 对 哈哈哈 我这个有点自卖了 这个 这个 哈哈哈 不能这样子 不能这样子 这个太压品牌认知度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确实是太磨磨无闻了 对 不过现在这个阶段是要这样子的 现在如果花大价情去出广 我第一是担心店里的复合量 哈哈哈 我担心就是说可能会把店给炸了 哈哈哈 就咖啡是忙不过来很影响我老客的体验 啊 也影响我新客对于我的一个出飞速度的一个认知 啊 所以我希望它是缓慢慢速的发展 但是更具有一个冷静性的方向的一个事情 就哪怕200杯到350杯我要花一年的时间 我也更倾向于花一年的时间 而不是花50万去推广 还在一个月时间内达到 但是后面会下降 嗯 嗯 我不知道你们这边应该是出外卖的对吧 还是不出外卖 出外卖 但是我外卖不多 一天可能就实担不到 哦 这是为什么呢 没有在外卖 因为一开始 这家店我刚开的时候我只放了一台单头机 对我知道 我上次来还是GS3的 对 而且那个一开始还不是GS3 嗯 是一台家用的 Lily Lily Banker 那个时候我把它当工作室来说 卖手冲嘛 但是直到一个月就发现忙不过来了 嗯 今天把100多杯确实对单头机压力太大了 hold不住了 然后那个时候打一杯奶20多秒 所以已经等不及了 嗯 然后开始换GS3 但后面发现GS3蒸汽都签不住了 连打30杯之后没气了 然后换了PP也对 一路换过来的 嗯 好吧 两杯奶铁实收只有12块钱 还没有建立多 那他这个他这个减20是减的什么呀 这个是各类的活动支出 你看我要承担他的配送费 嗯 然后有些满简活动 然后超级会员专享红包 啊 对这个就20块了 OK 那么顾客实付23块钱 嗯 我实收就12块钱 OK 嗯 那就是他减这个6块8毛5 这个是 是他的一个平台的基础服务费 那就是说 首先就是相当于你这个入住他这个平台了 你把这个服务费6块8毛5交交了对吧 对 另外又减了20这个20是这个他们这个快递小哥啊 在这些费用 这个20是商家活动类的费用 就现在在饿了么的平台上 你不替用户承担配送费 卖不出去东西 这是一个点 你没有满简卖不出去东西 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得包邮 啊对 必须包邮 必须有满简 必须有补贴红包 你才能卖出去东西 所以说那这就是20没了对吧 对 然后呢 平台服务费再扣掉你6块8毛5 就是一个 其实我卖接近要 加上包装会接近40块钱原价的东西 最后到手12块钱 嗯 OK 然后顾客的实际支付就要 确定差了10块 嗯 哇 然后今天跟这个NEO真的聊了非常多 感谢NEO的分享 然后希望这个NEO早日实现你的这个 摆电计划 谢谢谢谢 不过先把今年的这个21家店 这个先完成对吧 小目标先完成吧 对吧 其实大的目标都是拆分成小的目标的对吧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也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 这个记得点个赞 一键三铃 点赞赞吧 哈哈哈哈 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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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